目前我們是以11個低風險的國家地區為優先 包含了越南、香港、澳門、泰國、帛琉、紐西蘭、文萊、培濟、澳洲、蒙古跟布丹 境外深返台 我們已擬定三個原則 第一個是低風險國家地區為優先 第二個是我們會以108學年度 應屆畢業生為優先 之後才會逐步的考量 在整個檢疫各方面都完善 會逐步就依序是我們原來的舊生 再來是新生 我想是會以這樣的一個順序 來作為分批依序 來進行這些反台的規劃準備 第三個是境外學生到台灣來以後 還是以防疫旅館來作為最優先的 檢疫的一個處理 目前我們是以11個低風險的國家地區為優先 包含了越南、香港、澳門、泰國、帛琉、紐西蘭、文萊、培濟、澳洲、蒙古跟布丹 這11個國家跟地區 來作為優先 讓這個畢業學生來返台 就讀 就是我們這一波開放第一波名單裡面沒有中國大陸 這個考量是因為近日北京的疫情又延燒的關係嗎 那就是這一波開放沒有包含中國大陸 那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們可不可以來台還是說我們只看國籍 那在這一波的開放裡面 當然我想最近在整個北京或是在北京周遭 都發生了一些相關的一些疫情 那世衛組織也把它列為重大的一個事件 所以這個我們需要再觀察 那至於就是說 這兩面 大家看其實這有時候不太容易弄得清清楚 就是說原來的 原來這些外籍人士能夠進來 這是用 用籍 用級別 國籍別 所以他有居留證要 然後有外交或商務 等等的這些 他可以進來 不過要居家檢疫14天 那這一次我們開放這等於是以出發地 但是要在原來的這些資格內 原來這是一個大框框 那這個框框內的人 他的出發地在剛剛講的那幾個低風險跟中低風險 那是用出發地來做定義 那可是是要在這個大框框裡面 我們就這個大框框裡面去做放寬的 大師師這樣子 我們要去哪個低風險 daqui給你們說 我們要來的 今天我們要來的 我們從沒ations 甚至是它的你的